在北白阿墓地的发掘过程中 几个极为显著的特征 引起了人们的猜测和怀疑 随着考古发掘的继续 越来越多的疑问 出现在这片墓地之中 探索发现即将播出 园区北白阿墓地第二集 2019年5月 在山西省运城市圆区县的 北白阿墓 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处 两周时期的墓葬群 在前期的勘探中 考古人员发现了八座 东西呈长方形排列的 中大型墓葬 其中六座墓葬 都显示出被倒扰的痕迹 出于对遗迹和文物的保护 2020年4月 考古队正式进驻 北白阿墓 开始对这处雾葬群 进行抢救性发掘 园区 园区位于山西省南部 中条山脉和黄河之间 是中华早期文明 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区域 这里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 从旧时期时代 新时期时代 直至夏商周时期 园区的山川大地 台地沟园之间 埋藏着众多历史时期的 历史文化遗存 也一直是考古工作者 重点关注和研究的区域 这一次考古工作者 又会有怎样的经事发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北白俄墓地的发掘清理工作 从被盗最严重的M4航目 开始进行 由于遭遇倒扰 考古队员对这一座木葬 并没有抱太多的期望 经过发掘 木葬出土文物数量较少 木葬中的许多遗迹现象 也被盗掘行为严重破坏 2020年6月3日 棺盖板上三间铜鱼 不明铜器碎片 棺中间部分为盗扰土 棺 果 器物之间的关系 扰乱不清 棺盖与果灰混为一体 葬势等情况不明 果室整体为口稍大 底稍小的土坑 尸骨不存 随着清理工作接近尾声 考古队员在M4航目 牧室的底部 发现了腰坑和训狗的 三葬形式 这是一种古老的葬俗 在以往的田野考古发掘中 腰坑和训狗 多建于殷商时期的 木葬之中 2020年6月7日 木底高低不平 于木底靠东中部 发现腰坑 南北向不规则椭圆形 内有一狗 头北面东 侧卧 古质保存稍差 它是在埋葬的时候 在木的铺的锅盖板 锅的底板之前 然后它可能有一个祭祀的行为 祭祀什么现在不清楚 然后它要有一个巡狗 然后把这个巡狗 它要有一个腰坑 把这个巡狗埋起来 然后在上面再放上锅的底板 然后再建国室 在此之前 通过对被追缴回的青铜器的研究 考古人员已经对北白俄墓地的年代 做出了判断 这是一处西周晚期到东周早期的墓地 那么为什么两周之际的墓葬里 会出现几百年前商代的丧葬形式 这是一个孤立 还是北白俄墓地的普遍现象 答案 需要在北白俄墓地其他的墓葬中 继续寻找 北白俄墓地发掘的第一座墓葬 是M4号墓 几乎就在同时 2020年5月4日 考古队员对编号为 M2号的墓葬也开始了发掘清理工作 相比于M4号墓 M2号墓的规格较小 墓口长5.5米 宽4米 深度在10米左右 令队员们感到忐忑的是 这座墓葬也被盗取过 墓葬结构很可能已经遭到损毁 墓中文物的保存情况不容乐观 墓尔当时前期也没什么不一样 就是说挖到底下 因为墓尔因为它是被盗了 当时也没有抱太大希望 因为M2也比较小 比墓色还小 当时也说 这个也盗了先挖 也是看看墓地墓葬什么情况 为以后挖大墓做准备 墓葬被盗的情况 远远超出了考古队员的预想 发掘只距地面约8.4米的时候 在果市四周出现了一个生土二层台 这个二层台显得不是很规整 四脚略高 四边呈不规则的斜板状 2020年6月3日 夏娃深至距地面约8.4米 四脚及四边土质出现变化 变为生土 出现二层台 但不甚规整 四脚较高 中间部分土质均为五色花图 盗洞依然存在 随着发掘工作的持续进行 盗洞也一直没有消失 这让队员们的心理 变得多少有些不安 珍贵的文物没有露头 倒扰留下的痕迹 却时不时地映入眼帘 2020年6月5日 发掘清理果实 田土为倒扰土 其进水后形成的淤土 土中夹杂大量砖瓦破块 塑料袋 手电筒等现代遗物 因为盗墓留下 但是考古的魅力 有时就在于 不经意间的峰回路转 随着清理的进行 谁都没有料到 墓室中突然出现了 柳暗花明 令人振奋的情况 二层它离得有十来厘米高 结果我们撑下去 发现同气了 当时就这个心情 一下就反转了 二号墓就是当时很高兴 虽然被盗了 但是这个还是剩下东西来的 M二号墓曾经遭遇过盗取 盗扰的痕迹也比比皆是 在这种情况下 墓葬中为什么会保存下 如此之多的青铜器 是盗物者的意识说乎 还是另有玄机 这个二号墓还是比较幸运的 二号墓是当时它那个盗洞 虽然是在这个墓室 这个东北角打下去 打下去以后 但是它随着这个 往那个墓室里面掏 这个掏挖的过程中 它这个掏得越来越高 就是所以说最后把那个 这个墓室南院的这个铜器 都给我们留下来了 所以说还是挺幸运的 2020年6月7日 国室基本清理完毕 盗洞内零星出土 铜鱼 石碑 桃珠等 关国间发现铜铜铜铜铜器 盗洞从东北角到西南角打传 盗洞地势从低到高 因此青铜器得以保存下来 轻至9.8米深 M2号墓中的青铜铜器 是北白俄墓地 抢救性发掘开展以来 第一次在被盗墓葬中 发现多件青铜器物 这个收获 让现场考古队员的心情 未知一振 他们按捺出激动的心情 按照流程 小心翼翼地继续清理 当时把二层台整个清除了 上面有那么多铜器都在 当时根据这个铜器的组合 我们觉得铜器应该都留下 没有拿走 通过清理 考古队员在M2号墓 陆势南端的棺谷间 一共发现了十件青铜铜铜器 包括铜顶三件 铜徐两件 铜盒一件 铜盘一件 方移一件 和铜铜两件 这些青铜器按照大小和形质 自吸向东一字摆放 铜器表面和墓室的四周 还清理出散落的铜鱼 灵 石被 等关照事物 在果盖版的东南角 考古队员还发现了一件桃利 尽管M2号墓里保存的文物众多 但是墓主人的尸骨保存状况却很差 考古队员只在棺谷的西南位置 发现了墓主人残留的足部植骨 最让队员们失望的是 十件青铜器上都没有发现名文 墓主人的具体信息也无从得知 但是根据墓中出土的三件铜顶 考古队员还是可以确定出墓主人的身份等级 因为二号墓虽然被盗了 但是它这个铜器保存的还算是比较多的 身材还是比较多的 然后就认为它跟四号墓这个级别都是差不多 都属于这种贵族墓 当M2号墓的清理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 考古队员再死在墓底 发现了腰坑 坑中有驯狗一具 结合之前的M4号墓中 发现的腰坑和驯狗 证实了这种现象 在北白鹅并不是孤立 而这种带有商代风格的葬式 让队员们对北白鹅M4号墓 和M2号墓主人的身份 有了一个猜想 他们会不会是商人的后代 殷移民 所谓殷移民 指的是原来生活在商朝的核心区域 与商朝关系密切的人群 商代灭亡之后 他们被周天子或疯疯或迁徙 例如位于河南商丘的宋国 第一代国君就是商周王的兄长 威子启 除此之外 还有许多殷商移民 被周天子迁往各地繁衍生息 那么这种药康这种习俗 按照我们的现在的理解 可能是和祭祀有关系 它可能是祭祀土地的 也就是祭祀涉水的 埋葬之前要动土 我们动土以后 他这个要埋人 所以他要祭祀这个土地 很可能是这么一种含义 当然 大家传统的认识 说这个是商文化的习俗 到了西州 认为这是商移民的习俗 但是 出现腰坑和训狗 并不意味着牧主人 就一定是商代移民 因为在考古发掘中 人们同样发现过 在明确牧主人 不是商人的情况下 牧葬中也会出现腰坑 和训狗的现象 今年在这个 河南的这个当方高厂 那边就发现了 很多正国的牧葬 那正国我们知道是迹象 而且里面出土的 枪团器明明明明显显示 它就是迹象周蕊 那它这些牧葬带有坑 其实周代牧葬中 出现商代腰坑和训狗藏俗 这种现象 对山西的考古工作者而言 显得并不陌生 在多年的田野考古工作中 类似的发现屡见不鲜 2004年年末 考古工作者在山西省江县 恒水墓第一号大墓中 在填土中清理出迅狗的骨架 在地下15米深的墓室底部 也发现了腰坑遗迹现象 经过发掘和研究 考古工作者明确了 恒水墓地一号大墓的墓主人 是西周时期的彭博夫人 2007年至2016年 考古工作者在山西省 益城县的大河口村 持续发掘和清理了一处 大型西周墓地 其中的一号大墓中 出土了大批青铜器 在墓藏底部 人们发现了腰坑和训狗的遗迹 经过研究分析 考古人员群 一号大墓的墓主人 是西周时期 一个小诸侯国 霸国的国君 这个咱们普通一般人认为 就是这个 这上人的习俗 但是西周墓里面也出现 但是就是看他 这个墓主的这个祖属是什么 这个不太好说 因为这个我们也有忘了 这个衡水的这个墓地 益城大河口墓地 衡水墓地里面 它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那么北白鹅墓地的主人 究竟是不是殷商的移民呢 在对北白鹅M4号墓和M2号墓仔细观察之后 考古队员又发现了一个明显的遗迹现象 这两座墓葬的墓主人都是头部向北 身体呈南北方向下葬的 综合墓葬里腰坑 驯狗和墓主人下葬时的方向 人们对北白鹅墓地的族群属性 做出了初步的判断 刚开始发现的时候 毫无疑问 大家都以为这是尚移民 因为传统的认识 很顽固的 大家很顽固 因为他又是头向北 这也符合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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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移民也有头向北的 因为商人和周人都留下这个 头向北特别是贵族 针对北白鹅墓葬腰坑和驯狗的疑问 暂时有了一个并不明确的答案 这些遗迹现象出现在这里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墓葬的主人是殷商的移民 所以 尽管过去了很多年 他们下葬时 仍旧保持了商人祖先的风俗习惯 但是 仅仅依靠M4号和M2号 两座墓葬的发掘结果 并不能轻易地做出判断 在北白鹅墓地已发现的八座墓葬 发掘完毕之前 谁也不敢倾下结论 伴随着考古队员忙碌的身影 时间不知不觉进入了2020年的夏天 对于田野考古工作而言 炎热的盛夏是最艰苦的季节 烈日当头 挥汗如雨 在近南黄河之盼的这块台地上 考古队员继续着不懈的探寻 在北白鹅墓地的前期勘探中 考古队员曾经在M2号墓 相隔不到两米的探方里 发现了一处遗迹现象 人们一度猜想 这或许是一座车马坑 当时有个疑问 当时出来的时候 我们是先按木边的 但不知道到底是车马坑还是木 因为它比较方一些 就是我们挖的中间看 然后又探了一下 木这个深比较深 也没有马骨那些发现 因为当时M3这个木比较小 而比较发方一点 因为车马坑相对方正一点 木长和宽 这个比例要大一点 车马坑常见于先秦时期 高等级物葬附近 作为古代葬俗礼制的重要内容 按照牧主人等级的高度 古人会在坑内 放置数量不等的马车和马匹 用于陪葬 古籍 义礼 王渡记中 有天子驾六马 诸侯驾四 大夫三 士二 数人一的记载 对车马坑的发掘 能够为判定物主人身份等级 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考古队员随即 对这处遗迹现象进行了钻探 车马坑的深度 一般要比陆葬浅 钻探的结果表明 遗迹深度超过了五米 这意味着 此处遗迹并不是车马坑 而是一座比M2号木 和M4号木 规模要小的木葬 考古队员随即 将其编为北白俄墓地的M3号木 对三号木其实不在我们 这个刚开始这个认知范围里边 我们没有想到在这发现三号木 就是最后他清理这个探方平变的时候 把这个一号木出来了 二号木也出来了 结果三号木也出来以后 这个发现这个挨得很紧 然后后来四号木也出来了 我们当时认为这地方只有三座木 我们是按三座木去布的方 结果发现在这个四号木和二号木中间 还加了一座木 所以说这个就是意外惊喜 仔细观察M3号木的位置 考古队员发现 它和M2号木的距离非常近 但是彼此之间却没有打破关系 换句话说 古人在修建M3号木的时候 应该对近在咫尺的M2号木心知肚明 因为它没有打破关系 如果它一般存在打破关系的话 它可能就有个早晚关系 咱们现在普遍认为 当时可能在墓地管理上 它有专门的人员去管理这个事情 墓地有专人管理 说明北白俄很可能是一处 两周交替时期的贵族家族墓地 在接下来的勘探中 考古队员惊喜地发现 M3号木没有被打破的迹象 这让队员们心中的期待 一下子变得高涨起来 2020年6月9日 对M3号木的发掘工作正式开始 这座墓葬长4.4米 宽3.3米 深度达到7.3米 到了7月 工作进行到了墓室面 墓室内的一果一关 因为时间久远 保存较差 关内墓主人的尸骨 腐朽严重 无法提取 考古队员按照流程 仔细地清理着目视 在关果间潮汐的中部 清理出了一件青铜器 铜鸽 这是北白俄墓地发现的第一件兵器 根据以往的发掘经验 考古队员推测 M3号墓的墓主人 很可能是一位男性 因为在中原地区 一般的来讲 枪筒冰器 一般都是男性的墓葬 这个已经将过了 大量的考古时间证实 当然也有特例 但是长起来看 在中原地区 一般的来说 男性墓葬随葬枪筒冰器 这个女性墓葬不随葬枪筒冰器 这是一个基本的特征 M3号墓同鸽的发现 让考古队员做出了 墓主人是男性的推测 那么这座墓葬 和他锦铃的M2号墓 是什么关系 他们的墓主人 会不会是一对 异学合葬的夫妻 所谓的这种异学合葬 也叫病学合葬 也就是说两个墓穴 一南一北 或者是一东一西 这种埋葬方式 那么他们是什么关系呢 也可能相别鉴定 是一男一女 但是这个一男一女 未必就是夫妻 会不会是兄妹呢 会不会是母子呢 对吧 这种关系不太好判断 2020年7月20日 考古队员在清理M3号墓 墓室果盖板以下的填图时 一件金铜鬼暴露了出来 让现场所有人感到惊喜的是 铜鬼的内地上 看起来存留有密密麻麻的名文 这个发现 瞬间令整个考古工地位置沸腾 具体谁发现的 应该还是咱们技工师傅 当时我就在 因为M3应该是张悦宏师傅请理的 当时他看见了就跟我说 我就赶紧下去看 确实有密文 刚才也没期待 就是像二号墓一样 他该挖就挖吧 挖完清完过程 有一天曹敬果打电话 说这个 杨美 这个同先生发现密文了 我说是不是 这一家就兴奋了 2020年7月20日 清理果盖板以下填土 于官国之间暴露出文物 北部及东北可见石庆 同煞 同带沟 东部可见同轨一见 内地有名文 发掘之初 考古队员就一直期待 北白俄墓地能出土 带有名文的器物 在前期对M2号墓的发掘工作中 虽然清理出了十件青铜器 但是在他们的身上 并没有发现明文 这个落差 一度让队员们的情绪有些低落 这个明文的话 这个当时是这个二号墓出来以后 然后咱们这个 有工地检查的 然后这个有几个老师 也过来这个看着工地 然后其中有一个 这个原文山医大学的教授 叫赵立平老师 然后他说 这个杨队长 如果你这个 墓地里边这个 统计上有名文就好了 我说从实在上判断的话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结果谁知道 到最后那个三号墓 这个统计出来以后 就发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次出现的 商代风格的腰坑和训狗 又意味着墓主人 有可能是殷商的移民 但是 所有围绕北白俄墓地的推响 都没有得到明确的考古学证据 青铜器上的名文 无疑是解开这些谜团的 一把最有力的钥匙 这让领队杨继云和曹骏感到 自己和同事们几个月来的风吹日晒 终于有了回报 大家都迫不及待地 想从明文里得到更多的信息 当时我看到那个苗文是 他们发掘出来以后 第一次给我看 我一看到这件鬼 我就说这个目的非常重要 出土的青铜器 由于锈石和泥土的附着 使得明文的内容 一时很难被辨认出来 尽管如此 考古工作者 还是在现场辨认出了 明文里的三个文字信息 当时在现场的时候 也还有一次 是山西大学的陈晓三博士去了 陈晓三博士去了以后 当时我们也是在认字 最后他就认出来 这不是殷八诗吗 当时我们就知道 那个名文上 有殷八诗这三个字了 殷八诗是周天子 直接指挥的军队称呼 在西州初年 为了控制殷商故地 周王朝专门设置了军队 因为住房在殷商故地 所以称之为殷八诗 后来这支军队 又驻扎在今天的 河南洛阳地区 又被称为成州八诗 他和驻扎在今天的 陕西西安地区的 西六诗一道 直接归周王氏统辖 是周天子最精锐的部队 殷八诗是部队 西州王朝里面 有殷八诗和西六诗 这都是周王直接通知的部队 鹰八诗就住在洛阳 那个西六诗呢 住在这个周园峰号 历年以来 在传世和出土的青铜器上 学者们多次发现了 记载有殷八诗或成州八诗的名文 例如在1930年 在当时的河南极限出土的 西州时期的小陈轨上 就有东诗 大反 白 茂富 鹰八 争东诗的内容 这里的鹰八指的就是 鹰八诗 在青铜轨上发现鹰八诗的字样 令考古队员十分兴奋 尽管全部的名文 还要等到实验室清理阶段 才能被试读出来 但是仅仅鹰八诗这三个字 就意味着 北白俄M3号墓的墓主人 和他的家族 不是一般的贵族 他们可能与周王氏的精锐部队 有着紧密的关联 2020年的7月底 考古队员仍然顶着酷暑 奋战在北白俄考古工地之上 经历了三个多月的艰苦发掘 人们不断探寻着北白俄的秘密 从商代风格的腰坑和训狗 背到墓葬中幸存的十件青铜器 直到带有名文的青铜鬼 考古队员在一点一点地 接近历史的真相 在之后的发掘清理和研究工作中 还会有什么在等待着他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